接下来这段历史故事是在民国59年囚禁在台东太原监狱的五名政治犯 因为打算占领台东电台向世界发出追求台湾独立的心声 行动失败之后在当年的5月30号遭到枪决 而前民进党党主席施明德认为这一段历史不应该被大家遗忘 所以他将在6月4号举行纪念仪式 也特别邀请满酒总统当天来向这五位受难者致敬 43年前的今天台东太原监狱的五名政治犯江炳心 郑金河 陈良 张天真和谢东荣串联警卫联官兵 意图占领台东电台向世界发出表达台湾人民追求主权独立的强烈心声 事情没有成功他们在当年5月30号被枪决 台湾政治受难者关怀协会每年5月30号 为这起太原事件受难者举办追思会 当年这五人的育友回忆起这段往事 佩服他们为台湾独立奋斗的勇气 也对那段没有民主自由的时代感到遗憾 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认为这段历史不应该被抹灭 这五位政治犯为台湾独立奋斗牺牲 应该被封为烈士 政府一再为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道歉 但是国内对立依旧存在 当时这五人被枪决没有告别式 他将在六月四号举行仪式 邀请总统马英九向他们致敬 师明德强调这段以台湾独立为名发起的太原武装革命 是这块土地的历史 让台湾土地受难的烈士受到礼禁 才能真正抚平族群间的仇恨与伤痛 记者王陈鲁城新农台湾报道